破的问题怎么解决 中医还有理论叫肺长破 你要调它的肺 而且在我们的经络穴位上 我们后背 有肺的输血 就是肺的气从那冒出来 肺疏边上就叫破户 在哪个位置 第三胸椎急凸下旁开 也就是说你这失魂落魄的 失去了 从哪失去 破从哪跑的 那有个门破户 真的 所以把那个人堵住吗 堵住 拿什么堵呢 拿什么堵 艾揪啊 其实艾揪不是把它熏开了吗 艾揪有一种收敛和风固的作用 针刺艾揪中医都有补屑 你看它是虚症实症 给它用 那个魂呢在干的背书血 就是在第九胸椎急凸下 旁开一点五寸 是干书 干书边上就是什么 魂门 把魂门一堵住 这人就能睡着了 你说拿一个五分钱硬币 没有 太凉了 中国人是试验了多少代人 几千年以后得出个最佳的方法 泄热 比如说这人火太大了 我们用什么刮沙 针针刺 扁食 我们讲的《义法方议论》里面有 真正给它封固 用艾揪 烧多少状 然后它就回神了 是这样的话就能治疗那个打呼噜吗 对 打呼噜呢 有些人我们讲 首先要调整饮食 中医有句话叫 脾胃是生痰之源 肺是储痰之气 肺就是痰罐 痰罐 对 也就是说 如果你老是那么一口一口的浓痰 在那堵着 你发现人睡着是不会吐痰的 对 那痰 它又在生产 那在哪呆着 肯定就在这呼吸道 腔道里面呆着 有人还是高低起伏 有韵律的 所以你首先要把它的痰清走 在所有的物质 就是能量方面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人还打呼噜 那就去调他的破 所以中医里面 最高境界大夫是什么 调神的大夫 一般来说 调神有什么方法 助游 也有一些音乐什么的方法 音乐 就是能触动到 您的心神的这套方法 所以你看繁体字的 汉字这个药这个字 它下面既是一个乐 也是一个乐 所以我觉得音乐和快乐 可能是最重要的药 用对了药就是乐 用错了就完蛋了 魂魄壁具 乃成为人 这个魂魄壁具 还有个数字问题 什么数字 三魂七魄 对 我们都知道 广东语就俗语 叫三魂不见得七魄 三魂不见得七魄 就魂和破 各有各种数量的 所以成为一个人很难的 要魂魄壁具 就是说三个魂 分别代表着三个高级的 我们就是精神层面上的一个功能 最主要的一个魂 叫胎光 胎儿的胎 光明的光 这是你的 我们叫本身 这个可不能丢 这个一丢 人就死了 中医是怎么判断人生死的 为什么有个成语叫行尸走肉 还能吃还能喝 还能谈判还能挣钱 但是已经死了 什么没了 魂魄壁具 他丢了一个魂 丢了啥魂 胎光没了 第二魂叫爽灵 我们经常说灵魂灵魂 或者还有人说幽灵幽灵 这个灵指什么 灵魂灵魂 是指的人与天地沟通的那个本领 或者是人的那个机敏的那个反应程度 我们说这还是很机灵 就是说爽灵要丢了 这个智力很差 所以想提高人的智力的话 你要去治这个灵 中医也有好几个穴位带灵的 有灵虚 我讲了 对 胸口 还有个叫灵道 在手腕上 手腕上 还有叫清灵 清灵是心经的第二个穴 还有个叫灵台 在哪 灵台在头顶 后背 后背 后背脊柱上 所以你说我们 这小孩子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看着孩子机灵不机灵 聪明不聪明 如果你父母懂点一的话 在这些灵的穴位上 下点功夫 我们下了 垂直 我们下收点